一件醫生說這個癌指數很高 通常這樣的情況都不是很好的消息 他問我能否喝得痛 我問是甚麼意思 他立即要幫我做刮 那個身體出來要立即發炎 非常之痛 我有位朋友是乳癌 當他在做法療的時候 我問他問他 問他你怎樣 他就說我好辛苦睡不著覺 我說你怎樣辛苦 他說了四個字 他說生不如死 我記得有一天我在家 阿蘇聽到另外一張沙發 我房子飄出來之後 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明白為甚麼我媽媽 我媽媽當時是乳癌過身的 我明白我媽媽為甚麼不可以完成了她的整個化療 接著這個重建的東西就是 你現在怎樣 切兩個嗎 沒有理由切一個 一邊切了之後一邊是真的一邊是假的 又不對稱的 假的那個袋子會比較低 真的會對的 年幾月就會對的 那怎樣 每天面對那些東西又不對稱 每天會提醒我這些不開心的東西 像我三明期間的光頭 晚上睡著覺 我摸著我的光頭 我就跟我的癌細胞聊天 我說 我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我再不睡我就會死了 我死了你也會死了 這集的Do You Know健康編請到來 大家看到了 在我身邊的就是Elaine金燕玲 很久沒見你 真的很久 一會兒聊聊天 好 在這裡就要感謝AIA幫我們安排這個訪問 為甚麼訪問Elaine呢 因為我知道你曾經患病 而且是很嚴重的病 兩次 自此之後 你又多了一個花名 叫做金燕疏 就說你經常勸身邊的朋友 記得要買保障 真的可以幫到你 我們就在賣現初之前 就說說你的病情 你是最初怎樣發現自己患病的 首先我不是一個很乖的人 為甚麼這麼說 就是其實我兩位父母 都是癌症過世的 正常來說 我應該每一年都要很緊張 去這個Body Check 我其實很多年沒有做婦女的檢查 看檢查 是的 看檢查 我女兒的那年 即2019年 她就回來香港探望我 臨走的情緒 她說她需要回英國的時候 就會做她第一次的子宮頸 這個SMAG Test 我就說 你不要回去探望那些不用錢的 我會在香港做 我媽媽都很久沒做 我們一起去做 我就是因為這樣發現 就發現了 那時的期數是第幾代 那時應該是第二期多一點 我那個子宮頸就生了一個腫瘤 它是一個很aggressive的腫瘤 我應該算是幸運的 因為都不是去到一個第三、第四期的情緒發育 經過開刀 我都拿了整五樣東西 你最初是find out的時候 有沒有很驚訝 想都沒有想過自己會得到癌症的 我們自己演戲演了這麼久 劇情的那些角色 醫生我哭了 我還沒做了多少年的名字 我不是我 其實當我做了這個檢查時 過兩天打了給我 她說醫生想見你 我心裡就問 為甚麼這樣 她說知不知道怎樣 她說你來見醫生吧 我說好 年二十八 我送了我女兒上機之後 我年二十九去見她 一見醫生 醫生就說 她說這個癌症十好高 她說通常這樣的情況 都是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她說我需要你立即去做 她問我能否忍得痛 我問她是甚麼意思 她說她立即要幫我做 即是刮 她的身體出來要立即去發現 非常之痛 我一陣子非常之痛 引了她的整員 去到年初三我入院 年初四我就開刀了 她說幸運的是你做微創 就可以拿子宮 拿這些東西就可以了 結果去醫院再做診 她說你不行 你用我開刀 我過了五個 即是子宮 淩巴 盲腸也過了 還有一個網腸 我說為甚麼 要連盲腸也拿 她說因為那個腦袋很激 通常如果回法時 她服化時 她是會在這些位置 所以我們的醫療方法 就是這個樓在這裏 周圍的東西 她全部都可以拿去 然後開完刀 我就在院住了十天 我做了第一個化尿 我才出現 即是不只是開刀 都需要做一個化尿 我做了化尿 做了碟尿 結果整件事都要 你剛才說 做演員 得知這個消息 其實你當時也是很平靜的 去接受這個消息 他跟我說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點點空白 第二天是年三十晚 我約了出去中雲剪刀法 那個醫生 他就是我在飛白鋪的對面 那天我就想 我不知為何 我就走了去飛白鋪 我就說 我可否幫我今天整理 但我去到那裡 才開始 龍眼淚 是的 他們看到他又很害怕 我又從來沒有問 說你可否給我房間 我又不知為何 我在那時就不肯在 你身份上在想甚麼呢 空白 我又沒有想 很害怕 我又不知道 我是不是現在 怎樣 多嚴重 有什麼壽命 沒有 就是空白 我只想 我年初二還要去看煙霸 年初三明醫院 我現在去做了這件事 我就是這樣 好像沒什麼自主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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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做了一些事 然後回家 沒有告訴我的妹妹 我家只有妹妹 還有兒生 還有兒子 我女兒在英國 我全部都沒有告訴她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 你告訴她們 她們都做不到甚麼 大家都會很害怕 第一她害怕 我女兒一定是最快 回香港 我妹妹也會 我知道我妹妹 其實是向過過年 去度假的 總之我就不告訴她 還有可能是我的個性 我辭世 有甚麼事 都是我自己去面對 你不需要抒發嗎 我不是不用抒發 但是我就是很 怎麼說呢 我不想變成 好像別人的負擔 你明白嗎 我覺得 不要說負擔 那時我就不需要 別人的擔心 所以我覺得 我要做甚麼 我先去做 那我就做了 醫生叫我兒醫 我兒醫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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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我很想知道的 因為你是一個這麼好的演員 有很多人說化療很辛苦 你可否用你的經驗 用語言告訴我們 化療究竟那個感覺是怎樣的 每一種化療是不同的 你的辛苦程度一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這個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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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他就說我很辛苦 睡不著覺 老公不讓我吃安眠藥 我說你怎樣辛苦 他說四個字 他說生不如死 當時聽他說很辛苦 生不如死 直到我自己 我完全不明白這四個字是甚麼意思 他是痛的 他打法療第一次 當日第一次在醫院第十天打法療 出院了 我還跟同妹妹去喝茶 我打算沒甚麼 打完都這樣很容易過 六次很快 那一晚就開始了 他的痛是不知道身體裡面的骨頭在哪裡 哪裡痛得你 總之坐也不是 睡也不是 你是成人咬 沒有一件事是對的 又沒有人可以幫到你 是吧 你想想想想你在床上睡覺 但你又痛到 你真的動了 你又動了一點又不行 你可能突然好像昏迷了一陣子 你突然又醒了 你睡得很久你又不行 你又走出去廳就好像鬼一樣 飄出去 飄兩下又不行了又很累了又飄回去 就是這樣 你這樣的情況要經過差不多七至八天 七至八天 七至八天 那個化療門一次是三個星期做一次 七至八天這麼辛苦 差不多地八九日開始 你開始覺得那些痛就減輕減輕 減少了 差不多到兩星期 那些痛就好像沒什麼了 你又好像 如果我那時心情很想見人 大家很關心我吃飯 我就說是選擇在第三個星期前的那幾天 我可能出去吃飯 其實朋友 因為你需要 你也需要 開心一下 這樣吧 問題是到你第三個星期之後 你知道不辛苦之後 你又要來過 第二次會不會辛苦一些 還是減輕了 一次辛苦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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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六次 還有一件事 你做化療 如果你的身體不夠強 你的白血球會過低 當你的白血球過低 你就不可以如期去打那個化療針 那我就算厲害了 我打頭的五次 每一次都是三個星期準時 我可以去打的 但是到第六次我就不行了 我的白血球就過低了 非常辛苦 我記得有一天我在家 阿蘇聽到另外一張沙發 我房子飄出來 我跟她說 我現在明白為何我媽媽 我媽媽當時是乳顏過身的 我明白我媽媽為何不可以完成整個化療 我相信駕駛那個年代的化療 可能沒有那麼好 或者更辛苦 所以我媽媽其實沒有完成化療 我現在可以明白意思 即是太辛苦 太痛了 你真的要很強勁 很強勁 很強勁 你才能幫她頂到 你總共幾次 那段時間多長 六次 三個星期一次 最後一次 我想我遲了差不多十天 才可以做到四天 最後一次 然後醫生就告訴你 OK了不用再來了 他就告訴我 我們可以做的事就做小了 即是康復了 即是康復了 我個人的理解 癌症沒有叫康復 如果你有腫瘤 他們可以開的 可以切的 可以告一告 已經是拿得很盡 拿得很盡 還有化療 還有電療 即是去殺你的細胞 那你就希望它不復化 嗯嗯嗯嗯嗯 現在過了多久了 第一個 行運第一個過了 其實第一個 三零已經過了 再去檢查的時候 醫生告訴你 可以放心一點 是的 當時對你的生活上 影響的最大就是 每三個星期就要去一次 在家裡有沒有 其他東西影響到你呢 即是平常的生活 我覺得在這方面來說 我自己很幸運 因為生病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有 怎樣說呢 在這個世界上 若你有你愛的人 和愛吃你的人 即是你的家人 在身邊 在這個精神場面對你來說 都是一個動力 嗯 我是一個很好的病人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很少可以在阿蘇面前 因為只有他在家裡見到我 我不會在他面前 真是傷得 令他難受 我為何要這樣說呢 是有大血 即是我的父母 兩位他們最後的期間在醫院 即他們的癌症 那些醫療系醫院那件事 我就是體略了這件事 即是不是生病的人辛苦 是照顧生病的人非常辛苦 對 都很辛苦 即是好像我的好朋友還問 他在地下的癌症生病的事 我都一整天都問一下 不只是說David好不好 我都明白 因為我知道生病的人是好 是 我們當時差不多全家都坦了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當時我在英國住 我的女兒才幾歲 我爸爸已經進去醫院 我在家裡是一個好朋友 環境沒有工人 要做事 爸爸是做飲食潔潔的 她突然間進去醫院 我妹妹本來是幫她做事 突然間她就要去幫她 去幫春天買菜 等等 她的女兒也是十歲左右 我記得就是 我們的家裡去醫院 都差不多一程 要成近四百元港元的 一個勞費 那我就在家裡自己 在英國回來 帶著女兒去醫院 去醫院服侍爸爸 妹妹就忙完她 她撐了所有的東西 她才來 她的女兒在家裡 沒有人照顧她 她自己放學 女兒放學 都要去求鄰居 煮東西給她吃 沒有人洗三分 為何我會說這些東西 就是 可能說保險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花費 一個支出 你原來不知道那些數 這麼大的數 像水一樣 你每天都去 你不知道那個點在哪裡 你又不知道那個時間要多久 所以 在那個時候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不是說想生病 如果我自己要經歷這樣的情況 我發現這件事我要重視 原來生病不是這麼簡單 有人照顧你 除了經金錢之外 生活上都要照顧你 有空照顧你 你全家是坦的 所以生病這件事是 真是很恐怖 不只是你自己 周圍的人 對 親牌之外 愛你的人 對 會有影響 很大的影響 你經過了一次 那次就叫做 痊癒了 叫做康復了 是嗎 第二次 這個也是很喜奇善 是 我也是 不懂得 我們女性需要自己檢查 預防 看看怎樣 我從來都不懂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檢查 好像每天都摸到 不知道什麼 我又不知道我要摸什麼 什麼叫正常 什麼叫不正常 我不信教 但我也不知道這兩次是否 上天明明中 都被機遇我知道 為何我這樣說 那天我還在拉緊 拉緊 手拉拉拉 我就摸摸 我只覺得 好像有 有些東西 有些硬塊 有些東西 不是很大 但好像硬著 再試一下 真是有 我覺得有 我心想 不是吧 那天是兩年之後 是正確的 我便打電話給我 這個 子宮的專科 我可不可以來看你 你幫我檢查一下 他說你不需要來看我 我立即幫你預約 去做什麼 現在你最快 你可以幾快出來 你去做 還有你有沒有相熟的 乳房的 你叫婆婆醫生 我都不知道 導演你怎麼說 我當然不好 我便去做 但這次 因為她也是過年 因為這個專科 你做這個 她的報告 沒有這麼快出來 要等過年後 起碼要初十月才離開 這樣 我第一次做了這件事 反而去做了這件事 我還沒有醫生 我便到初五 你期間有沒有哭哭亂 這次是很不舒服 第一次是沒有經驗 而且很快 你由知道到開刀 很快 幾年 一年 初三月已經遠 初十月已經開刀 所以你是一步步 你是不知道 她說本來還沒創 然後開大刀 然後原來你過了這麼多 即是你 你是噢 噢 噢 就已經一連串 化療 噢噢 做完了 今次這個 你去檢查 她說你是有一顆 東西 她說你也是需要開刀 拿出來 分別是甚麼 就是你要開刀 那天 她又是定位 一顆一顆 那些空間區 要把所有東西都畫出來 才會去檢查 看看你有沒有擴散 如果你要擴散 她便會多些 當你擴散多些 你便要整個預防 要割除 她見她 她便向你解釋 她一定要向你解釋 然後她立即放了很多 相片 那些給你看 重建 她要解釋給你 你可以這樣重建 可以這樣重建 我原來沒有想到 在那個時刻 原來 這件事很波動我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這樣說呢 你說我一個去到 現在都快要七十 這個幾年前 一個六十幾歲的女人 即是一個六十幾歲的女人 你明白嗎 即是我的人 我很怕 我有時發生 我會解決 那件事 我便會面倒 那些事情 我的人就是這樣 任何事情我都是這樣 我不喜歡有東西波動 我不喜歡嚴重 拖勵大罪 對 這件事就是 你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做 接著這個重建的事情 就是 哇 你現在怎樣 切兩個嗎 沒有理由切一個 一邊切了之後 一邊是真的 一邊是假的 又不對稱 假的那個袋子 會挺一點 真的會對的 越來越多 越來越會對 那怎樣 每天面對那些事情 又不對稱 每天會提醒我 這些不開心的事情 是 切除我又沒有這麼大的 作為一個女人 好像陪了你這麼久 這件事 你明白嗎 你可不可以面對鏡子 我做不到 我一直可以面對鏡子 我不是需要她 但你說我是否可以面對她 這樣 我又不行 這些是兩個方案 一是撞袋 一是兩個招材 你有沒有聽過Angeline 做Lin的方案 她好像做得挺漂亮的 問題是 我這個人很怕假的 如果我知道我有兩個假的袋子 在裡面 我自己是不行的 總之我就不行 她解釋了一個最後的方法 就是在背後 不知怎樣拿肌肉 不知怎樣 那個重建方法 在正面看 將會是 不需要再考慮 就會是最自然的 但我的背後 有一條很長的縁 總之沒有一個方法 是完美的 對的 這件事反而離開我 到我要開刀 是差不多 因為醫生也沒有空 要兩個星期 剛才開刀 這件事 避免了我很久 我都問你 驗了出來是第幾期嗎 驗中嗎 驗中 驗初覺得 不是那麼大 不是那麼嚴重 但她是去到開刀那天 她才過 才立即化炎 所以你還沒醒來之前 她已經去下化炎 如果要撤除 她便會叫醒你 然後便問你 便會告訴你 我便要做的 你才要做的 是的 你說是否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要想好多個方案 如果是真的要撤除 我又要怎樣 其實到我去開刀 當時我都沒有想到一個方案 因為我其實是不喜歡 我沒有一個方案是喜歡 你不明白嗎 於是我很不開心 很不舒服 過了那兩個星期 幸好那天開刀 醫生 後來沒有望望查中 醫生叫醒 我告訴你 你不用撤除 結果我們遲就沒有 不需要撤除 只是過了一些 恭喜你 是的 這個又隔了多久了 這個 這件是Cancer 是21年 這個現在是24 兩年 應該是5年 就看它會不會翻法 那整體情況是樂觀的 可以這樣說 我當作 你有沒有經常去看檢查 那這樣 一年都要兩次了 現在 你都要追蹤 你剛才說 這個醫療的開支是非常之大 是嗎 金錢上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呢 在這裡我想說 我為什麼買保險 很多人問我 你為什麼這樣做 我就是因為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爸爸 我很記得他在醫院的時候 他要開刀 因為他是住大房的 於是我帶著我女兒 我就在那間醫院的外面 大廳裡 很多人在這裡 不是很多張椅子 大家要在這裡等爸爸的結果 是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種種的東西 就令到我覺得 為什麼我說三妹那個是辛苦之外 照顧病人 都很辛苦 我們全家都是 你想想我女兒有多少 我們都沒有椅子坐 有時有人起床 我才會坐下去 所以那個印象是我爸爸 如果有一天 我生病 我不要有這個情況 所以當我回到香港 我2005年回來香港 我立即第一件事 我發現了 就是香港 全世界的醫療保險 是第二季的 美國最貴的 最貴的 是香港 我立即就買醫療保險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說 為什麼我只是強調 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 你不要擔心的 就是你的醫療費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你想想我自己 在感心的情況之下 你已經有這麼多煩惱要解決 如果我還要 我根本不需要擔心 我要去找哪個醫生 我要去哪個醫院 我要去哪個醫院 這些事情我沒有擔心的 我才可以很專心地去 面對我要面對治療的事情 還有你可以想想我們兩位 或者你 你想想大家去醫院 你想不想和人們分享一間房 是呀 不可能的 是不是 這個不是說是階級 而是我自己 希望我可以不要這樣 還有我照顧我家人 都可以有一個舒適一點的地方 可以坐陪我 所以我就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 我不要擔心醫療費 這就是買了保險 實際就可以幫助到你 絕對 我買保險的時候 我很清楚地說出我的要求 我就是不要擔心這兩件事 當然 即是你面對負責你的案件 你說完你的要求給他聽 他就一定要砌一個適合你的計劃 這個是剛才我說過 為什麼對你周圍都很重要 因為這個不是自己 不是你自己 不是你自己的負擔 是你家人的負擔 是你家人的負擔 想像我現在這麼大的年紀 如果我沒有這個保險 如果我自己的錢 又不是可以 那我女兒又是英國 她不是一定有能力來幫我 是吧 所以我覺得保險 就不是你自己 對你自己的一個保障 是對你愛的人 都是幫助他們的一個處境 其實 你就因為自己買了保險 在病的時候 真的沒有那麼困擾 保險那裡已經跟你搞定了 因此你就周圍跟朋友說 買保險 是啊 所以你就有個花名 剛才我們開始說的就是金面疏 這是余僧叫的 我都沒見過的人 像你這樣 又是受了保險 你這樣 為什麼這麼熱衝呢 那你不覺得很重要嗎 緊要 是不是 你覺得這樣很重要嗎 緊要當然 最重要當然是身體健康 但是身體出了事之後 有人幫到你 這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嗎 我們每年年生日 最老套 或者最 其實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但是問題是年紀越大 身體越來越健康 不會越來越健康 是吧 年輕的時候很多事情 你不覺得 那你年紀越來越大 好像我現在 我都已經這麼多事情了 我做了兩個癌症 我做了一個心臟的支架 譬如我講了一個心臟的支架 我做了一個支架 我應該要宜遠兩日 結果因為那天白河風球 多謝一下 因為他們又沒有戒價 因為那天白河風球 我應該不可以住這麼多天 他們都給我住多一晚 我不是要某個地址 要白河風 我一早回來做這個手術 所以我做了三晚 做了一個支架 和縱菌 就是欽瞞螺旋菌的一個縱菌 那張單差不多 近三十一晚 你都明白嗎 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我想除非你是一個 家庭非常有的人 隨時加一百兩百萬的縱菌 是沒有問題的 或者你可以不買 很少部分人是這樣 是嗎 要不就是這樣說 如果當然一件事 很多人都明白我的 甚至有些人留言 說金小姐 你買保險 你有錢就買得起 你不要錢 當然這件事是量力 是吧 我們每一件事 做人的事 就是以自己的能力去做 保險有很多種的 你要去找清楚哪一件事適合你 去做什麼 對我來說 我寧願 錢 每一人睜開眼 我覺得錢 每一天就要花錢 錢是要花的 但是你的錢花在哪裏 就視乎你自己的起貨 我們年輕人 我們喜歡買名牌 或者穿衣服 或者穿衣服 我做過這些 現在我一點都沒有做這些 因為這件事 第一收入不是那麼多 你的錢一定會亂花 我覺得重要的是 我寧願不去旅行 如果你們說 你有錢就買 我可以告訴你 我寧願不去旅行 明白嗎 我不花幾萬元 我寧願把那幾萬元 留來買保險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 我有一個安全感 你實在實在也體驗了 是 我今天坐在這裏 和大家說這件事 我不是說 我真的是我自己的感覺 是吧 我覺得視乎你們自己覺得 好像你覺得 當你生病的時候 那些事情那麼重要 你的環境 你可以很快的去找到 理想態的醫生 你立即去 就是你癌症不可以等的 我不可以慢慢等排期 或者怎樣怎樣 我不行的 我知道我們香港的 我們政府的醫療部 都很好 我知道我聽了很多個個案 但是暫時我覺得 如果我有能力 我希望我可以自己 我自己是一個醫療部 醫療部 我希望可以這樣 你患病的期間 你身邊的人 阿蘇 她也有癌症 是否重疊 那個時間 是的 她的腸癌 是我的腸癌最後有 當時大家怎樣 怎樣互相扶持 我們兩個好笑 兩個都是癌症 是的 兩個人都接近一件事 就是當我們有三病 都是三病了 那她就做了 阿蘇呢 我覺得她本身 怎樣說呢 她跟她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我的好病人 就是我比較容易看見 她那個人 她的個性 她就是 我們自己的家人看見 她就比較不太好 她就很 大家 我們兩個相識 兩個都知道 終於有時候 就立即進入醫院了 因為我們都是覺得 你都不懂 是 你明白嗎 是 你說什麼 是 還有你三病的時候 你可能是自己 裡面的情侶 有時候 你的情緒 可能不相對 說話 都會不太好 或者怎樣 你會覺得你都不懂 所以我們兩個都是三病 就在醫院 in the good hand 聽從 一些專門 是的 這個人的專長 就是聽別人的那些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兩個的思想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有保險 她都有買保險 有有有 都是這樣的思想 大病一場 對你有什麼改變 你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的 我不是負面的意思 但是我是過一日是一日的 為什麼這麼說 我不是只有我自己的病 是我們這幾年疫情的關係 是 是 我覺得整個世界 最初一九年 我自己知道自己第一個癌症 我覺得是我生病 結果我們落下 開始疫情 所有的事情 我就發現全世界生病 有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們又不是打仗 在那幾年期間 我居然又見不到我的女兒 她又不可以來我又不可以去 我妹妹在台灣都見不到 我覺得 為什麼這麼有趣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基本上這幾年 全世界人都一樣 大家運到家裡 好像食谷種一樣 你都在那裡撕一下自己的 所以整件事給我感覺就是 我現在的日子 我更加不會亂做一些不值得做的事情 或者是亂花費錢 亂花的錢 因為原來有很多事情會發生的 就是我們中國人 我們自小媽媽教我們 就是好好的做事 不管找多少錢都好 多多少錢都好 多多少錢都可以儲起來 以防有什麼事情 這句話是很對的 就是我就不 一向都是這樣說 我錢不多 但是我是利益人 因為生病 我更加覺得 是你做人的一件事 是應該要想清楚才去做 是否值得去做才去做 還有你那個 對事情的要求 那個 怎麼說的 那些事情轉了 譬如假期 我幾年不要出去 我一點都不覺得有問題 你以前是一定會去的 我以前是沒有說去的地方 我在香港 我在家裡 我每天都抹起來 我就出街了 兩萬塊是 整天的節目 好像坐不定的 因為這幾年 你才開始 多多在家裡 你看到自己 因為生病 才留意到 咦 原來我住的環境都很好的 我每天都抹開 好像有矮牛 為什麼每天都要在街上過日子 就是你的人 沒有那麼穩定 整天都好像要有人 有些發生 對 現在不是 因為這個病 我發現我的朋友越來越少 少的意思 其實不是少了 而是 因為你沒有見 就少見 那一陣子 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 你都不需要去 拿 那些什麼事 或者什麼事 來幫你過日子 其實不需要 這個時間 就這樣 譬如我為什麼拍YouTube 我自己生病 那時候 我都說明 因為你生病期間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 你的精神上 一定要有些事情 是你喜歡做的 你是可以繼續做的 那時候 我又不可以去工作 因為沒有頭髮 我第一個化了 我就沒有頭髮 沒有頭髮 乾頭髮 那怎麼可能工作呢 那到我生了頭髮出來之後 我就想到我的東西 那怎麼辦呢 我要做什麼呢 那我又禁止了 那我就拍YouTube 那我又喜歡煮東西 那我就又拍 這個 purpose 就是防我自己 去花時間 是 我做廣東面 我是為了這個理由去做的 那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你現在不拍 或者是現在我比較 就是 多笑了 剛剛做你喜歡的事 是的 那我覺得做人這件事 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工作 我相信 我很了解你的個性 我們以前是合作過 我自己覺得 我大膽一點覺得 我覺得我們合作的時候 我們在生日世界 我們都是很自然的 合作 我們很舒服 那你的人的個性 是很強的 我也是 我們大家的工作要求都很高 比如上次 或者 製造你的工作 我們都是這種 他們是這種性格的人 我們被人的感覺 人家會覺得 好像我們很難相處 或者是 難搞 難搞 我承認 你說我難搞 很不難搞 或者是有要求 所以 做人來說 你的個性是這樣 因為你的人是這樣 你的決定 一定是這樣 你明白嗎 你的決定 就會影響你自己的一生 其實 但我不會變 我是我 我過這個生活 首先 我自己 要怎樣 我欲顧好自己 我現在 就像我自己開心 開心 或者是這樣說 什麼叫開心 我覺得做人 你只要沒有東西是坦白 譬如我不需要擔心 我的醫療 我又可以有錢交租 那我就可以了 其他事情 不重要 很多人說 經常都擔心 沒有買樓 沒有樓 怎樣 其實你買樓 是買給別人 你掛了之後 就帶不走 不要轉牛角尖 我覺得 一件事 看你的能力 是不是 看你的能力 若果 我是 不可以做這件事 那我就要選擇性 做到 我自己 要做 對我兩個 我剛才說過 我真的要這麼重要 my rent 我的醫療保險 那 好像都沒有什麼 哦 medical 都是medical medicine 所以 你是不會 怎樣說 很多事情 你都 就算到現在 你都要擔心這些事情 你做人 更加不會亂 可能你有什麼重要 你剛才說 你都不乖 以前沒有體檢 那時候生活健不健康 大病了之前 健康 我健康 每天跳幾個小時 我相信 我這樣過了十幾年的情況 所以我的運動量很大 我相信 因為這樣 所以我生病的時候 我叫我自己的身體 叫鴿燦 這個鴿燦 都算是夠強勁的 跟他 跟他 所以我覺得 運動 不可以說 不要緊 會緊的 健康那方面 還有沒有什麼 另誤和反思 反思 我打算 吃東西 其實如果 試一下你們下三朋友 大家都 真的吃東西 我覺得都 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因素 你明知道 這些東西 是沒有益的 你都要 經常都要去吃 這些情況 是不是可以配合一點 再說回我自己的生病 你問我現在 會不會 因為我生病 會改變很多 我原來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好像我現在 其實運動量 我唯一不教我 是運動量 因為我的身體 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我嘗試過去做以前 我感覺到 現在還有沒有跳舞 沒有跳了幾年 因為疫情是一樣的 我最近不跳了幾年 但我發現 可能你自己沒有運動 你感覺到 你不是上升 那個標準 問題是 我現在都七十 你都沒有想像 你自己還是四十 但這件事是你喜歡 我覺得你應該是 對 就是了 我會 我一定會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樣 我的問題出在 我喜歡做的事 就不用別人逼我 但如果我沒有興趣做的事 我就逼不到我自己 怎麼都不會有興趣 對 你現在有工作了 工作又開始做 在工作和休息之間 因為生病 你怎樣得到平衡呢 工作都跟我們一樣 這麼多個小時 我都不會超過 隔壁 也不會超過這麼多個小時 休息也是 睡覺對我們來說 永遠都是一個問題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 可以早睡院 睡得好的人 不好 我想都不好 所以睡覺就是 永遠都是什麼 但是 譬如 我就是怎樣說 我是一個精神 上面 開心的人比較重要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只要我 仍然是思考我的 brain 一些東西 仍然的人 開心一些 我覺得 對病 都是一個 怎麼說 一個方法 譬如 我生病奇怪很奇怪 我好像大肚子 那樣 我不是 你千萬不要拿 那些什麼有益的料 給我吃 我擺不下校 或者什麼 什麼都不行 我好像大肚子 我要吃酸的 我自己會想要吃什麼 我自己煮幾乳湯 因為咬得很重要 咬完後 那一頭 逼自己 乳湯很容易喝 還有放些河粉 其實是吞下去 吞下去 吞下去 然後又咬 於是 我其實的力量很強 總之 這頭咬我那頭就吃 那你又吃 他就咬 阿蘇就不是 阿蘇一咬 他就什麼都不吃 所以阿蘇這次 十天之後 他瘦了11磅 他一咬 他就不放東西 下校 所以他很有趣 每一個人的反應 和那個 他現在已經痊癒了嗎 可以做 他都做了 從醫生講的方法 可以做 你睡覺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什麼提示 可以給別人 我睡覺很危險 因為我一定要吃藥 我要吃藥才睡 很多人說 你是不是要戒安眠藥 你們不明白 我是一個不睡覺的人 這件事我就不在這裡周旋 你明白嗎 你是睡不到 我睡不到 我每一晚三、四點都還沒睡覺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比如說 我三明期間 晚上睡著睡覺 我摸著我的光頭 我就和我的癌細胞聊天 我說 我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我再不睡 我就會死 我死了 你也死了 你會去… 我這個人很奇怪 你說我去做一些事情 去… 怎樣說 去面對 去和他… 我不覺得他會好走 我覺得他會遠都在我裡面 他數量多少 不如跟他成為朋友 我跟他共存 我跟他共存 其實每天都會有癌細胞 數量多 經過兩次的大病 尤其是癌症 總會對死亡有些看法 你怎樣看 我剛才都差不多說了 我從來都不怕死 我從來都不怕死 我怕不要死 怕好病 很多人要照顧你 因為我太急 我這個人太急 我太毒 我不喜歡依賴人 我不准备別人的負責 我真的很怕 我自小 我十七歲 我一直自己 到今時今 我都是這樣 大大事大事事 我都是自己解決的 所以我… 我最怕的是什麼 例如有一天你爆血管 你要坐輪椅 對我來說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就算有人服侍我 我說我有沒有 有 我都不一定 對 因為是個性 是嗎 這樣說的話 很壞 我了解 因為你的皮性 你對事前太嚴尖 譬如我女兒 我有寶寶的時候 我洗奶瓶 我洗完 洗完之後 滾水滾水滾水滾 然後放在浴片浸 我那時的老公 一見到你這樣 人家很難幫你 幫你洗完之後 因為他洗完 放在浴片 我以為拿去洗 我怕他洗得不乾淨 你這樣嚴尖的人 人家很難來服侍你 你明白嗎 我太了解我自己 所以我的意思是 第一 第一 不是一定要有人服侍你 第二 就算有 都未必是對的 你這麼猛烈 或者你這麼要求 你令到照顧這些事情 是很辛苦的 是吧 就是種種這些事情 所以你說我怕不怕死 我怕不怕死 最好科技是 我擺身死了 那就好 你明白嗎 沒有問題 是的 還有我覺得 我這一陣子 這一生人經過的事情 都幾多了 如果你現在問我 好像有沒有遺憾 我都說不出 所以我不是怕死 我怕 A blessed life 對於現在 譬如剛剛知道自己是患癌症的朋友 你有沒有什麼說話 可以鼓勵一下他們 可以跟他們說 都有很多個案 曾經有一個 我在看乳房診所的時候 那時候 剛好拍了YouTube 有個女生也是這樣的情況 她的視線就差過了一些 她好像要創劍 因為在那裡見到 我跟她聊天 我又跟她交換了WhatsApp 有這樣的個案 我也有跟她們聊天 曾經有一個父母 跟我說 她的女兒很不開心 她很猛烈 因為她很年輕 又沒有頭髮 所以她們很難跟她 想幫她 都幫不了她 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真的很難幫她 你想去照顧一個病人 因為她生病她辛苦 你其實做什麼都幫不了她 你明白嗎 譬如說吃東西這麼簡單 阿蘇主義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我生病 我都不需要她自己給我吃 因為她 你明白嗎 我也是我的個個性 我用我自己吃 我喜歡吃幾個東西 我自己在這裡搞搞搞 你明白嗎 我們大家都是一種很獨立 每樣都是一個很強烈的人 你明白嗎 所以回到這些父母 我就說 我說你不如請這個女兒 打給我 打給我 所以我就跟她 跟她的電話 我有輕微思想要說她 我的意思是說 我知道你辛苦 相信我和我自己都經歷 但是你又沒有明白 第一件事 你父母的心情又怎樣 不是你自己的三鼻都大了 你明白嗎 她們擔心到死你是她的女兒 她為什麼不擔心你呢 那麼多出盡辦法去幫你 你又不滿意 你又發脾氣 你幫不了自己 你幫不了自己 你的情緒越來越差 這個是負負負負負負的 好了 關係又差了 父母又差差 大家都是差差差 那有什麼意思呢 我和她聊天 可能我是一個她不認識的人 我又不是說她 我只能說她 我只能說她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我說你是不是 要不可以說 要不可以說 你又要說你到底想怎樣 那些比較順著的方向去做 就不要說自己 修修麻麻 有很多情緒 是的 接著我又和父母說 我又解釋給她 有時候你們又是 好像你也知道 三鼻子 煮什麼 但你煮的她不想吃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不煮的東西 煮的雞湯 我那時候 你整個雞湯 在我面前 會馬上咬多些 你明白嗎 其實這些問題 有時候你在醫院 為什麼好呢 就是沒有那麼多這些事情 而且這些人比較乖 在醫院 你比較不會 亂對護士 亂來 你的態度是比較好 是不是 就是不要過分緊張 你不覺得 跟自己家人比較會 是的 你的脾氣會生氣 會生氣 因為你生氣 會不自覺 發在你身邊的人 Anyway 見到你今天這樣 很開心 很久沒見 見到一個很健康 還有 性格和我幾十年前 和你拍戲一樣的人 是 沒有什麼大改變 我這方面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我覺得很重要 是 因為我可能現在都不是做到什麼 哎呀我 大改變又轉 又很careful 這個人 我又不是這樣的類型 當然我又不會太過分 那我就是 總之我確保自己 可以做什麼 什麼我就盡量去做 我又不會放害人 我不會去做 那我就覺得 天天過好 今天呢 什麼叫過好 你每一天都可以 沒有什麼發生 很好的 那你明天再想再說 不要 不需要想得那麼遠 不要太長遠了 今天過好今天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不是這樣嗎 我以前經常花時間 對過去的東西都抱怨 為何這樣 為何這樣 早知道不要蜜 你浪費時間 在過去或過去的東西 那你怎會有今天開心呢 因為你今天也在這裡 這樣 那你不會有明天的 因為你其實 這個是我這幾年我想到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 你的時間都融在那些 很無謂的 很負的東西上面 我現在見的人 又是不多 但每一個我見的人 都是我想見的人 你想見的人 就好像我今天 我知道我是你 我很開心 真的傷心說 因為我知道我期待的 什麼 我想吃的東西 每一樣都是我自己 放進口之前 都是我自己想拜的 就是 everything is my choice 我覺得如果每一個人 做每一件事 都是你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選擇 去選擇 你已經很幸福了 這個跟錢其實沒有關係 跟你有多少財富是沒有關係的 很同意 今天很開心 可以跟Elaine談到這麼多話 看到他現在非常健康 Keep it up 我們Do you know 這一集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多點留言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to do show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